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是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一样 有这样子他们觉得这是侯友宜好的特质 那蓝营的全代会的前夕 侯友宜也将要在7月20号 恒毅中学的体育馆来举办首场的造势活动 那当然距离这个7月23号非常接近 那到底能不能借此把这个声势拉上来 大家也在关注当中 那目前预计大概是1500人会参加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跟郭台铭之间 据说今天有望两人在台东可以合体 因为看到了这个全国地方政府议长的联谊会 郭台铭跟侯友宜都确定会出席 这也是两人在国民党征召之后的首度投框 所以究竟能不能上演这个和解宴 或者是说这个侯跟郭之间 现在目前竞争最为激烈 各有这个拥护者 能不能借此化解开来当时这个征召的心结 大家今天也是持续在关注 所以今天看看这个联合报 也是在昨天有相关的这个消息出来 就说他们的座位曝光 他们都是坐在主桌的贵宾 可能就紧邻隔壁这样子 那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互动后续如何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金普聪 金普聪去到了这个邵康的网路节目里 接受专访 他有提到侯友宜 他说他的优点很像拉丁美洲的左派领导人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容 他说很能跟民众打成一片 而且也大赞侯友宜 有一些特质是让人家想要去支持他的 我们来听一下金普聪讲法 我也做长期的观察 知道他是一个很正派 其实他是在刑警里面这么多年 不抽烟 不打牌 不嚼槟榔 不上夜店 不收贿这个都不用讲 这个在刑警里面是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龙蛇混杂的这个路线 对不对 守住这些 这也是为什么 他可以从那么基层这样一路顺利上来 而且你看民进党一直要挖他 要他精英入党他都拒绝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你可以看出来 好 所以感觉上面 接二连三的包含了这个 侯友宜自己接受访问 再加上金普聪接受访问 感觉上面 蓝莹很希望现在目前的态势 能够赶紧的稳住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很多蓝莹的支持者 一直对于侯友宜的这个立场 好像存疑 就会有讲说 他会不会是李登辉第二呢 那金普聪也有回应这件事情 他说他绝对不帮这个蓝皮绿谷的人 所以他认为侯友宜如果真的是绿谷的话 早就代表民进党参选了 所以侯友宜不可能会是李登辉2.0 如果他是的话 金普聪说他自己也绝对不会来帮忙 但是他讲到了郑立文 话锋就转了 就觉得郑立文是不是被幕后有人指使 所以才抛出换猴杖的一个话题呢 那金普聪说可以去打听看看 他说像蔡振元邱毅 如果是针对以前的老鼠渊 他概括承受 他也说郑立文的动机不单纯 他是无敦意提名的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语出来之后 又引发了一些 这个比方说像是支持郑立文的人 或者是说像郑元哥也在 这个他的脸书上面po了一长篇的文章 来回应这个金普聪 那我们来也看看 这个新闻 这个专访的新闻底下 也有很多的民众的留言 也可以看出来蓝营支持者的分歧意见 有些人在讲说 这个应该对于郑立文 抓到应该马上要开除 那可是呢也有很多人支持他 就说我们都是战犯 郑立文加油 国民党又要内卷了吗 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讲说 我也是战犯 还有说什么金锈刀 我真会内斗 有本事应该要去斗民进党 而不是斗自己人 他有些人觉得是 郑立文是一个提醒 那再来看看 今天当然上演在中常会这边 要争取郭董的败部复活 刚刚最新消息出来是 联署没有过半 所以现在目前挺郭派可能扬言 下周要再战 那在昨天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说中常委要在今天来提案 换侯友谊 挺郭派的中常委是讲说 朱立文你最好是对我们党纪处分 开除我们 反正国民党要倒了 朱立文黄建廷提出了候选人 你们却不去整合 只会党纪处分 让很多的中常委 挺郭派的中常委 是非常的不满 那再来看看这个金普松 谈到侯涵的这个关系 也有人觉得这一句话 听起来有点奇怪 怎么说 他讲侯曾主动要去参加 韩国瑜的公益活动 不过后来没有下文 但是总统参选人 就是最小的 那因为在选举你要有求于人 个性就得忍下来 他认为未来人有机会合作 他这句话是什么呢 是有些人觉得说 难道是侯在求韩吗 是韩不给面子吗 所以你看到苹果 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 他说韩国瑜有必要端在那边吗 因为你看到 有一些蓝营的党内人士 讲说现在目前有人觉得 侯已经三次联络致歉了 为什么在党困难的时候 韩还要端在那边 所以开始有一些支持侯的人 跳出来认为韩国瑜不够意思 那当然韩国瑜支持者 也是另外一个想法 就觉得你侯友宜 道歉的也不甘不脆 所以感觉上面那个裂痕是越拉越深了 那这个事情就在 现在倒数不到两周 七二三就要提名了 你却看到 这整合迹象好像似乎是没有出来 那我们再看 知情人士讲说现在 侯淫内斗 到底是怎么样 内鬼是谁呢 金普聪他说 这个知情人士讲 他进入了晋办之后 发现市府派跟晋办派的人马 在争夺侯涵会的主导圈 所以绿媒见缝插针吗 还是说这其实是 蓝营的党内自己 目前内部在反韩呢 所以真的是乱成一团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 真的是像你讲的乱成一团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现在号称是一个民主政党 那一个政党 你要按照民主程序 那现在对于有关侯友宜的 到底换不换 第一个 你在今天的中常会 到23号的全代会 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党内不可以有不同声音吗 他如果按照程序 比如说提案 然后这个党代表大会讨论 那为什么一个民主政党 不能够容许呢 如果你在党主席这么英明 那请问为什么侯友宜提名之后 一落千丈呢 那政治人员提不同意见 那个朱立文怎么讲 绝不可能换 你是一言堂子 你是程序的主持者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什么叫你现在还没有开过大会 你说说绝对不能换 这是非常独裁的东西 第二个我是觉得说 那你如果党内有不同声音 现在先不要猜测他的东西 就算后面 均补充几乎是直指 后面就是郭台铭 操纵这些人在党内乱 那明得来 人家没有明讲 你第一个就先去了解 了解完沟通 沟通完不能够接纳 要不然就说服 说服不成 他就镇压 镇压不成现在变成斗 我这些都是很不高明的 那现在就是直指这一群人 都是代表郭台铭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 那叫他们在中长会好好提出 利弊得失 为什么要换 该怎么换 换得会更好吗 你不是这样斗就好了吗 我是觉得说 今天国民党 我猜那一群人可能是 到底是为了党的理念 他侯友谊这个声望不够 总体这个选战会输 还是说真的像现在 在金谱中的案子 后面是有人 特别是好像是为了郭台铭 因人涉案 要把这个侯友谊拉下来 输不起 我是觉得 侯友谊事实上是声望不高 但是未必就绝望 这个重点我要讲是可以讨论的 那为什么要变成恶斗 而且恶斗现在都是大家这样的案子 光这一点处理起来 我是觉得说国民党不高明 不管换得成换不成 就是得了一个伤 希望从这里面学到教训 那金谱中处还讲了一些理由 他算是我认识的 我是觉得说 有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 有点啼笑皆会 看起来左派对他来讲是个好的 跟正面的好的名词 所以他形容说 侯友谊是左派 但是我有点政治看法 很多觉得这个实在有点 不太恰当 有点隐喻失忆 你不能说走基层 常常跟大家拌握 叫得出基层的名字 由下而上 这个叫左派 左派在政治上的基本的判断就是 他到底是亲之还是亲社 就是说主张资本主义的 还是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从我的角度 目前台面上这几个 每个都是右派 那金普通形容说 侯友谊是左派 我知道他的用意 是想想说 你看他多亲民 而且他着执着 但是用的词是有点不太恰当 所以总的来讲 我是觉得说 斗的政治有点乱 希望他们赶快乱过之后 安部就班 好好的面对外敌 内斗的事情 今天请按照民主程序好好开会 开诚布公 就事论事就理论理 该表决都该表决 输了就认 我是觉得 不要用各种影射暗斗 就不好 今天这个郑立文委员 也有接受 这个光琴姐的节目专访 他有讲了一下说 有些人翻出 他过去是要 征召喉的言论来质疑 那他今天的回应是说 他当初会这样子 呼吁要尽早征召喉友谊 就是因为党中央没有听 那党中央又去撩了 这个郭台铭之后 所以下场就是种下 这个分裂的种子 所以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侯友谊可能会两头空 也失去了总统 甚至是新北市长这样的职务 他说这是国民党不可承受之重 那我们来问一下强哥看法 我有三个提醒 不然是对国民党或在野的支持者 就是韩国瑜 他是这次侯友谊参选总统 最宝贵的资产 韩国瑜他是国民党 这次大选最宝贵的资产 韩国瑜他也是台湾民主 这次要政党轮替非常重要的资产 那我有三个重点要再补充一下 韩国瑜没有要选2024的总统 他不是这次总统参选 韩国瑜没有要选总统 韩国瑜不是这次总统参选 所以我讲完这六个点之后 我就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但我不代表韩国瑜 但我跟韩国瑜当然有很多的互动 我也不认为他有要选总统 可是他对台湾民主是关心 对国民党是关心的 这是很确定的事情 可是我就要讲一件事情 你今天如果说真的 大家内部有很多的分材 像刚刚郑老师讲的 就拿出来讨论 甚至大家有很多的 对张三李四五王五各种的不满 你也都讲得出恩怨情仇 但拜托 我再看到后段 你没事去逗韩国瑜干什么呢 我觉得真是不需要 真的完全不需要 说真的 韩国瑜 当然他上次的总统大选 他是滑铁卢 滑铁卢有很多的因素 当时反送中的因素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氛围的因素 现在 其实现在整个大局 对于国民党 其实很有利的 我讲是天时是很有利的 因为六成的民众要政党轮替 对不对 地利 难道不是站在国民党这边吗 一样 对不对 全台湾那么多县市长 国民党几乎已经拿了 多数中的多数 对不对 到处都是国民党执政 现在唯一可能没掌握好 就人和 人和花点时间去弥补 人和要弥补 就是要弥补 人和要整合就是要整合 人和的整合跟弥补 不可能去靠过 逗韩国瑜得到吧 我说真的 我觉得打到这个歪道去说 讲到韩国瑜去 我真的觉得是 坦白讲我觉得是有点 莫名其妙了 好 莫名其妙 那你今天甚至你可以回头去讲韩国瑜 我必须说韩国瑜这些年 我跟他的互动也好 我觉得很多大家 为什么他有那么高的声望 为什么大家喜欢他 就有原因 大家知道我之前也讲过 韩国瑜几个小故事 就我跟他亲自的互动 我也不是韩国瑜的子弟兵 我也不是没当过他的幕僚 我就跟他只是一个同党的 同志而已 可是我在几次人生 关键当中的时候 我去找他 你都会发现 他都可以读到我的需求 比方说我在初学的时候 我去找他 我找任何的人 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 我们照个像号 合照拿出去放 然后直接说我支持你 我是遇到韩国瑜 坐下第一件事 他说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大家帮助你 所以我们先照相 你赶快拿去发照片 说我支持你 我其实去找他 我就是想要那张照片 但是我说不出口 因为脸皮薄 他就能读这个心 这个温暖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在政坛里面是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所以你要不要珍惜这个温暖的资产 另外就是说大家也知道 他讲话就是有亮点 他到哪里讲话 你会发现 只要他一讲话 标题一出来 那些新闻全是他的 我才剪了一个 他在当地法委委员 他剪了 讲八个字 国之交往必有妖孽 大家很多人都讲 他讲的话 我剪了一段才十几秒而已 网路上立刻80万人点击 就一句话 国之交往必有妖孽 他讲跟别人讲就不一样 所以他讲话其实是非常有亮点 最后我还讲一点就是 这场总统大选 韩国瑜我认为他会扮演 相当重要的关键角色 但是请大家好好爱惜这张牌 不要再毁掉他 好 董哥 我很纳闷说 这个所谓蓝中常委是谁 为什么不敢把名字讲出来 蓝中常委说 韩国瑜有必要端在那 这个人是谁 或者是苹果 一苹果自己写 我也搞不清楚 我觉得现在就是 因为党内有乱 他就有很多人可以 从中里面去讲很多话 可是这些话都是不记名的 不记名其实 在我们媒体上来讲 我们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 但有些有心的媒体 就会把它当一回事 搞不好撑乱反串 我如果是韩国瑜 我非常简单 因为我跟韩国瑜 但是今年应该是第36年 我如果是他 5月17号 那个侯友宜被提名 我就打电话给侯友宜 友宜兄 恭喜 接下来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的 不用客气 打电话给我就来 反正我现在闲闲没工作 我一定是这样 我如果是韩国瑜 他有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讲 因为现在国民党刚好是最艰难的 国民党去年大胜以后 大家认为情志大好 每个人都认为要选 郭台银也回来了 郭台银这四年内 没有帮国民党任何候选人过忙 我问过一堆候选人 有个县长候选人很气 说过去曾经跟郭台银 互动不错还找郭台银 郭台银说我已经远离政治迁了 结果他很艰难的选上 当党同学打电话问他说 请问侯友宜跟郭台银你要自尊 我一定全力挺侯友宜 然后就把郭台银去 他那个跟郭台银接触的情况讲 但是我讲这个不管 为什么 因为今天很多人出来 当然他们换侯的目的是要 让郭台银上去 那所有的动作都被金普通解读 反正你们这些人都在为了换侯 而让郭上 活下郭上 那当然郭台银最近的动作 因为郭台银5月17号他自己发了脸书 我将信守承诺尽最大努力 支持侯市长圣贤 让无人的政府下架 这是郭台银在上面写 但5月17号到现在也快两个月了 没有 你没有什么动作 我相信 我没有去问侯友宜阵营或谁 但我相信侯友宜阵营一定 一定在侦查后一定努力的 跟他的阵营联练练 跟他本人联练 而他毫不理会 我讲这是人之常情 没有说知之所以 就人之 这一定是人之常情 我现在被挣招了 我希望赶快打电话给韩国医 给郭台银 给能够帮我的人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但是当然有些人的态度 我们就要看 那今天晚上的这一场 其实大家期待很高 据我所知 因为这是郑副议长的连理 台东的议长 吴秀华跟他哥哥 他们是很想搓合 就是让活汗 活锅能够合起来 但是现在的难度越来越高 为什么 因为郭台银想要参选 的手法越来越多 但是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他要用什么方式参选 我简单讲他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拉下活友宜 现在动作最大的就是这个 拉下活友宜 国民党提名我 我就有国民党组织下去选 然后我又有我的财力 这是最简便的一个方式 所以现在为什么飞飞扬扬 要赶在7月23 第二个我要 如果不行的话 我去结合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现在民调升高 他不想理他 连他电话都不接你知道吗 那郭台银那位说 你柯文哲有人气 我有财力 我们合起来 但是最主要是郭台银要正 柯文哲要 要柯文哲去做货 柯文哲死都不肯 所以这个假设就不会成立了 郭台银又不愿意当副 那第三个就是他独立参险 这是他现在三个方式 那他现在运作最励的 就是拉下活友宜 让自己上来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他也必然不可能当险 那现在很多人在讲东讲西 我告诉你 国民党提名活友宜 中堂会是通过的 你们这些中堂会当初是背书的 这些立委也都被问过 你们挺谁 都挺侯友宜 县市首长 十四个县市首长也被问过 你们比他挺谁 挺侯友宜 现在很多人讲东讲西 其实你要把一个多月钱 那些东西翻出来的话 很不堪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在现在 本来是七年九二一选举选最好 现在选得这么艰难 党在最艰难的 你就可以看到哪些人是为了这个党 韩国瑜当年会让人家敬佩 敬佩在哪里 高雄没有人要险 他下去 他下去险很艰难险 那些议员没有人理他 只有喜婚妍理他你知道吗 后来他当险 他就这个不得了 这种人才让人家佩服 党最艰难我跳下去 这就是这样 现在国民党没有什么这样 我也很佩服金普通 现在很艰难我才要来 这个是不容易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座忙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